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昨天给大家讲了中金的女职员轻生的事件 这件事在大陆引起了很多人很大的回响 一个曾经月入过百万的人 在去年如此差的环境下 还去买了过千万的豪宅 这反映了什么 很多人非常质疑这个女士的专业 也反映出了中国的精英在信息方面的封闭 她到底是怎么成为精英的 她对于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好像毫不知情一样 都知道大陆在去年 已经呈现出了经济很恶劣的环境 为什么在如此差的环境下 也会决定用1600万人民币 来买入一套1000尺的单位 因为那里的均价是每平方米15万8000元 即使说她应该买了一个 大概100平方米的单位 所以就要1600万 结果首付的400多万全没了 而且如果要卖掉的话 最多只能卖1000万 可能还要倒贴100多万 才可以赎回自由身 就是说房子不要了也不行 再加上她的收入 我们根据行内的人士给我们的资料 说她的年薪曾经达到110多万 时间是在三四年前 当时环境最好的时候 股市等各方面都不错的时候 她的收入曾经达到那么高 之后就跌了下来 跌到了六十万 而且据说最近还在进一步的减 减到了三万五一个月 就是一年四十二万 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一样在减薪 她认为她的四十二万 跟她丈夫两人加起来 公安房之后 剩下的钱就没多少了 再加上她刚刚又怀孕 所以就一时想不开 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那现在大陆讨论的最热烈的是什么 因为都知道中国人当中 有的人非常有钱 只要是有关系 或者是通过一些权力 进入既得利益者的圈子 你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即便是中金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 不过看她的背景 她似乎不是有什么官二代 或者是后台的背景 主要真的靠努力读书上来的 她在浙江大学算是一个高材生 浙江大学也是非常难考的名牌大学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进去 她既然能进入浙江大学 本身肯定也是很勤奋的人 靠自己的努力打入了庞大的权力核心 和既得利益的圈子 而且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做金融的不是要靠分析 你只有两种途径可以上位 第一是靠内幕消息 第二是靠权力的庇护 估计她也是在进入了权力核心之后 得到了庇护 之后的业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都是靠内幕消息 因为在大陆根本就不存在 可以利用技术分析来投资赚钱 因为中国的股市是跟全世界不一样 纯粹是有内幕操纵 你有内幕消息你就赚钱 所以大部分从事金融圈的人都是一样 里面的圈子你能进去就发财了 如果不能进去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赚大钱 大陆的股市不是用来炒 而是纯粹的诈骗 根本就是骗局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赚到钱 除非你有内幕消息 还有官方造势 要哪些涨哪些跌 全部都是讲消息 讲政策 所以金融圈里面的人跟精英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你上到了那个位置之后 你是不是精英根本无所谓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学历 不需要有什么学识 你不需要认识字 你只要认识人 曾经有人说 中国的中产精英 这个群其实全部都很天真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可以说是一帮井底之蛙 因为他们认为 只要他们进入了权力圈子就可以发财 什么都不用担心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们会很努力的去回避政治 任何政治方面的事情 他们都不管 你讲任何东西 他们都会说你是在抹黑国家 国家那么好 怎么怎么样 那是因为你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里面 你就会觉得国家很好 你进出高档名牌场所 高级餐厅 吃的是最好的 住的是最漂亮的地方 每个月能赚别人一年都赚不到的钱 根据李克强所说 中国有6亿人预收少于1000元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你一个月赚十万八万 那你是不是赚了别人超过一年的收入 甚至是十年的收入 你一个月的收就等于别人十年的收入 那你说你是不是人上人 你不但是人上人 而且还是最高权力当中 那个小圈子里面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维护这个圈子 你就会说国家什么也好 你会觉得你的人是最高权力的 那一切都是国家给你的 所以这帮人是最维护国家的 国家说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当他听到一些人在说 中国的不是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他就会很反感 首先是基于他身边的氛围 大家看到的小粉红 其实就是这个群体 有很多人在抖音和小红书上炫富 说自己如何享受生活 去高级餐厅吃饭 每天去买名牌 住豪宅等等 他们所接触的世界就是一个受保护的温室 所以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都有所判断 所以人们就认为 这算是哪门子的精英 有这么判断的吗 在去年十月份花1600万买房 这些人去做投资 你会相信他吗 会把钱交给他管理吗 你会不会让这个人来负责你的基金投资 或者是听取他给你提出的意见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根本毫不知情 他是怎么发财的 他是如何成功的 他是如何上位的 大家会对此充满疑问 其实他们上位的途径也是要靠巧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要去上明台大学 拼命上位 因为只要你被人看中 能进入这个既得利益圈子里面 因为他们也要找人干活 他们的要求很高 要上最好的大学 要高材生 要很有能力的人 看上去要非常醒目 而且还要看长相 各方面条件都要好 有没有脑子不要 所以就会产生出很多这种高分低能的人 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这种人 明台大学毕业 说话头头是道 但是当你一跟他说到中国的政治问题 他们就会马上五毛小粉红上身 告诉你中国什么都好 遥遥领先 你是在抹黑我们祖国 你没有来过中国 你没有看到中国的好 我们中国建了多少条公路 建了多少条高铁 你们有没有高铁 他们会跟你讲很多这些东西 讲很多跟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东西 你的高铁能弄到了西藏又如何 你们有六亿人预收少于一千元 你又知不知道 这时候他们又会说 你们是在抹黑祖国 我们早就脱皮了 所以跟他们根本就无法沟通 所以可以估计 这件事绝对不是个别事件 只是一个揭幕 只是刚刚开始 情况就好像香港1998到2003年的那段时间 大的人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包括用不同的方式 很多都是因为负债 尤其是欠的债越多 当自己没有能力偿还 万念俱灰的时候 就会做出一些轻生的举动 这名女士才30岁 本身是一个人生的赢家 在短暂的生命当中 没有任何的挫折 一帆风顺 大学顺利毕业 然后就进入了大公司 之后一直干 越干越好 薪金又高 享受着人上人的生活 那就买房子呗 因为在他们的圈子当中 房价少于一千万都会被人瞧不起 所以一定要买这样的房子 有能力就要买 结果完蛋了 存了几百万全部投了进去 现在不但成了负资产 之后薪金还会继续减 那以后还怎样生活 公完房之后 一个月剩下几千元 两夫妻可能加起来 一年有七万元左右 公完房之后 只剩下一万几千 根本连吃都不够 一个平时每月花几万元的人 只剩下几千元 你叫他怎么过 所以我不是嘴巴贱 这帮金融圈 或者是这帮最顶层的人 或者是中国最精英的阶层 他们其实就是一帮高分低能 没有国际式的井底之蛙 当他们面对世界的真相的时候 一个巨浪打过来 他们全部要磨顶 那这班人大概有多少 少于百分之一 中国这个群体的人 应该只有百分之一之内 就是少于一千四百万 甚至有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五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 这么多这样的人 但是在网络世界 尤其是在小红书 抖音的很多炫富的那些帖子 其实就是出自于这帮人 他们把中国最极端 最有钱 最能赚钱的一帮人 给拍了出来 使得人们觉得 中国就是那么的好 但是你没有去看看 那些穷的地方 不用多说 即便是在上海 也有贫民窟 千万不要以为 上海到处都很有钱 上海基层的人 也是一样 很穷 不只是上海 北上广深 全部都有 不然的话 北京干嘛 要清理低端人口 什么是低端人口 分明就是穷人 香港人在1998到2003年 经历了几年的痛苦日子 现在在大陆的人 会陆续感受到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欠债 尤其是欠下了 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还清的债 或者是在可见将来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债务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抵受不了这种压力 而中国的借贷可以说是超越全世界 他们的杠杆夸张到了有100倍以上 知不知道这一回大陆的网友第一时间向我反映的是什么 说他们已经很好了 起码首付是自己给的钱 其他大部分的人的首付都是借回来的 100%全部都是借的 而且当中有一部分是高利贷 有一部分是亲戚朋友 就是假如你要买一层楼500万的房 你先要拿出150万 但是那150万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 而是找老爸老妈借几十万 再问亲戚朋友借几十万 之后还有银行信用卡 花呗 高利贷 网贷等等 全部都是借回来的 加起来能凑到到150万首付就去买房了 大陆的人就是那么拼命 所以万一爆起雷来 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真的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也反映出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误会而产生出来 而当他们知道了真相之后 就会全部爆破 这个大泡沫就会被刺穿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